各位观众奇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夜我们谈谈围棋 从职业棋谱探讨对局心态 好我们就开始吧 拿黑棋的是日本棋手 然后这个春川大界又再次登场了 拿白棋的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棋手刘欣 那我们知道刘欣呢 他创办了这个围棋TV 是围棋TV的老板 那他的贡献除了在棋盘上之外呢 也在这个推广上 这点值得我们的学习 那黑棋呢春川大界 想必大家在今夜我们谈谈围棋 第六集啊已经看过我的解说了 那一盘是这个春川大界对上韩国棋手 然后漂亮的赢下来 那今天这一盘棋呢 也是春川大界跟刘欣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局啊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局面到现在呢春川大界没有选择这个心无忧角 而是选择了这个直接的这个挂脚 非常激进的一手啊 那白棋同样呢也走了非常的火花事件 直接来挂黑棋的脚 我们从这几手其实就可以看出 职业高手他们在下棋的时候 这个心态其实 跟我们业余棋手也很像 像这手棋的意思就是 你既然放弃了你的心无忧角啊 那我当然就是来破坏你 对不对 第二层的意思就是你挂我的脚 如果我就跟着硬了 那不是气势上就输你了吗 所以你挂我的脚我也要来挂你的脚 好我们来简单讲一下 这一盘棋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三星火灾杯的这个比赛上啊 那2010年距今是五年前 五年前春川大界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这个小朋友啊 大概连18岁都还没有满 刘欣在五年前已经是这个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骑士哦 他跟古力并称为那个时代的绝代双脚哦 所以这个对局心态一定是刘欣觉得 你这个 我没把你放在眼里的啊 刘欣那时候的这个冠亚军争夺赛啊 在国内常常都是跟古力争夺的 而且也有拿过冠军 他怎么会把这个春川大界听到没听过的小朋友放在眼里 好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背景啊 这样子我们这个讲起起来才会比较精彩 那春川大界呢 在我第六集讲完他这个表现非常好之后呢 好那时候在节目里我也有说啊 非常看好他 结果马上没过几个月呢 他就从锦山玉泰的手中呢 夺下了这个日本七大冠之一 好那锦山玉泰可以说是日本为其第一人啊 而且在国际赛上的比赛呢也毫不逊色 好春川大界可以从他手上把冠军夺过来啊 这个已经说明春川大界的起力了 然后当然我们回到这个2010年啊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看好春川大界 好那我们来用这样子的一个对局背景跟心态来看 好那春川大界这时候呢 哇夹击你看这个一开始双方根本就是 专门找架打对不对 哪里有打架的地方我就往那个地方去 那白棋呢这时候就跳出来 这里以前的定式黑棋是走这个二肩跳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学棋的时候呢 这个定式是走这个 但是随着呢时代的这个移动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的是这个一肩跳 那实战春川大界呢还是走这个一肩跳 那一肩跳的意思呢很明确 你这个二肩跳不是明明有这个跨段的弱点吗 那我这一手棋啊就是自己走的很坚实 然后四肌呢要把你跨段 黑白棋在这边呢有几种下法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第一种下法呢就是先从这里肩刺 那黑棋在只能接 然后呢再从这个地方挂过啦 公棋黑棋 那黑棋呢这个如果跳出啊白棋就跟着跳 这个下法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白棋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啊 黑棋这个棋现在是不是很坚实 这个很坚实的棋我再让你变得坚实 请问比坚实还要坚实叫做什么 叫做坚诺盘石当然不是 就叫做没效率嘛 比坚实更坚实就叫没效率 我们先看这三个棋子啊 接在一起 而且全部都在山路上唯控 这个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如果当做黑棋这个棋子 走这个二肩跳啊 现在是不是这个效率就高了很多 所以白棋这首棋呢 就是抓住黑棋 想要走坚实棋的这一瞬间啊 去把你弄得更坚实 然后呢 这个再反过头啊 加起这个黑棋 那这样子看起来呢 白棋的头走在黑棋的前面 然后呢 这个这里又有白棋的配合 这个作战白棋绝对不怕 那黑棋在这里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走法 就是这个跳呢 走这个二肩跳 那为什么选择走这个二肩跳呢 因为这里呢 如果黑棋可以看成白棋 一定会走成这个棋子 这边黑棋又有一个这个点 然后这个点 白棋如果不硬的话 这个白棋就被分断了 所以呢 由于这个点是绝对先手 所以这样子黑棋的棋型比较舒展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那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毕竟是白棋 呃 绝对可以 跟黑棋作战的一个示意图 那有棋友就说老师 可是我就不太喜欢作战 这个作战我觉得没什么把握 那怎么办呢 那也没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老师就推荐你啊 走另外一种棋 就是脱33 振脱33 黑棋现在 呃 打开就只能够把你这个棋分断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黑棋这时候 来这个挡一手 这里将会被白棋欺负的更惨 好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这个三个棋子啊 连在一起在三路就已经是 非常没效率 现在呢 你在这个这么坚实的情况 你还在这里被白棋搬一下 这个你实在是 布局阶段 这四个棋子全部连在一起 围着六目控 实在是效率太差 那白棋的棋型其实非常舒展 这样子白棋如果再回来攻击你 事情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个局部白棋随时一粒 基本上就活了 对不对 而且白棋如果结差有利啊 或者不怕跟你打结 我还可以选择这个连斑 你如果敢打过来呢 我就跟你打结 所以 这样子的话 黑棋是在职业高手 是绝对不行这样下的 所以呢 当白棋碰的时候啊 黑棋不能选择这个斑了 不能选择这个斑 黑棋打白棋就选择把白棋分断 好那白棋这里呢 就冷静的接住 这个也是定势下板 然后黑棋呢 再把外围白棋这个子制服住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实力对抗外势 好那白棋的好处是呢 他获得一个先手 对不对 在黑棋的小木角啊 进行一个作战完之后 还可以获得先手 这个白棋也可以接手 所以呢 白棋不管选择刚才的作战图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取实地的下把 我个人觉得都很好 都可以选择 两个下把呢 任军选取 对不对 三千加力任军选取 那可是现在白棋实战啊 我们看一下实战走了什么 实战白棋既没有选择走这个尖刺 完了之后攻击 也没有选择这个拖三三 而是选择了什么呢 选择了一个跌破大大眼镜 拖仙 哎呀 这个拖仙就太不给这个春川小朋友面子啦 这拖仙的意味呢 是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对局心态 刘欣觉得我的棋呢 比你高 事实上也是 在2010年的刘欣的棋比 当时的春川大街啊 应该高了不止一筹 那第二个呢就是 我这个地方啊 随你攻击 这个爷爷不怕 让你来你来 有点这种 半指导棋的心态 那当然呢 这种心态是很微妙的 那从我们等一下棋局的进程啊 可以剖析的更清楚 那大家就慢慢来看 那黑棋下的手棋呢 是什么 是这个 靠破 这个非靠 这非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不是吃素的 我既然当初敢 手这么坚实啊 要对你攻击 就不是 这个 摆着好玩的 如果你应付的呢 太软了 那我这里就可以取得利益 那你如果你不愿意应付的很软 那你势必就要跟我作战了嘛 所以这首棋意思呢 也很简单很明了 就是作战嘛 好 我们就来了 那白棋接下来呢 走到这首碰 这首碰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碰意思就是 我觉得你就是吃素的 好 你看这多有意思 黑棋说我不是吃素的 白棋说我觉得你就是吃素的 刘老师这有没有这么夸张 这首碰 三三不是看起来很正常吗 那怎么会有说 我就觉得你是吃素的呢 好 来 我们现在要先来看一下 白棋碰着三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现在被黑棋一碰呢 白棋如果想作战的话 势必一定是走这个班 好 可是走这个班呢 黑棋一定会走这个连班 走这个连班 那白棋如果 我们先来看 白棋从这里叫吃黑棋 黑棋这个就只有藏出来了 白棋接下来呢 如果打吃黑棋呢 黑棋有个非常严酷的这个双教室 那白棋现在没有办法 只要把黑棋这一只吃掉 然后黑棋呢 再从上面 把白棋封进去 在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黑棋很多断点 可是呢 白棋这个地方 是不敢去双教室的 因为你现在如果敢双教室 黑棋啊 黑棋这个地方 一提 哇 我们发现开局无截 白棋没有截才可以找 白棋没有截才可以找 可是白棋又不可能被黑棋轰在这里 轰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还算齐吗 这个白棋全死 而且黑棋外园也只超厚 所以呢 这样子白棋就非常难办了 白棋如果不愿意被黑棋轰在这 白棋只好接住 可是这样一来呢 黑棋就算是简单的接回去啊 我们会发现 这等于白棋这两手棋呢 这个亏得非常的惨 然后这两手棋贴在黑棋的这个后臂旁边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几乎可以看成这样的棋型 这样的棋型黑棋觉悟不满嘛 对不对 开局就下出一排后世啊 把白棋封在里面 现在呢 白棋多了两手 黑棋只多一手 但是白棋这两手棋呢 完全没有用 还被黑棋冲到了一下 那等于白棋是 这个损的超过一手棋 这样子白棋绝对是不行的 所以白棋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图呢 所以白棋呢 这个 深谋远绿啊 下出这个拖三三 呃我现在这样讲 其有可能还是不太能理解 好那没关系 我现在就把它这个摆出来 我们先回到刚才的地方 刚才的地方是这样子 好 当黑棋一拖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 选择了这个Po 这个Po的真实用意是 如果黑棋这时候啊 随手一担 那事情就大调了 白棋这时候搬 黑棋连搬的时候啊 白棋不是选择从这个地方叫吃的 白棋是选择从这个地方叫吃 这样叫吃完之后 我们发现啊 黑棋立刻就崩溃了 当初的这一手 拖三三 刚好取得了一个虎口的效果 对不对 现在黑棋如果把这个断点接住 那白棋就徜徉而去 这个在围棋术语中叫做裂形 等于把黑棋呢 从中间啊 这个切开来了 而且呢 白棋其实已经非常厚实了 你看黑棋这三个棋子的气 很少 这个呢 也贴在白棋的铜枪铁壁 白棋投在外面 那这个把黑棋不行 可是如果黑棋呢 选择断在这里啊 我们会发现这两手棋的交换 白棋既取得了补助自己的断点 又取得了什么 是不是取得了紧住黑棋这一只一口气 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的话 白棋现在这个冲 对黑棋来说 攻击力不大 因为你毕竟没有叫吃我嘛 我可以反叫吃你 然后再补个棋 可是由于有了这两手棋的交换 现在白棋一冲下来 黑棋就被冲烂了 那黑棋如果被冲烂 这个棋 这个两个子现在要处理 这三个子要处理 那黑棋明显就不行了 所以当初啊 看起来好像这个不经意的碰一下三三啊 其实就是后面暗藏杀机 所以为什么白棋碰这一手棋啊 意思就是 诶我就是当做你 是吃素的 然后那个跟我流星比起来 诶拜托流星是谁啊 蝴蝶剑的鼻祖 没有听过流星蝴蝶剑吗 敢在我流星蝴蝶剑面前跟我作战 这个至少苦吃 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回复回复再回复 来 在现这个情况 拖 黑棋呢 好现在呢 就识破了白棋的意图啊 直接走了这个单并 这个单并 如果刚才你有听老师解说啊 就发现这就是定时的还原嘛 对不对 好那白棋这时候最应该的 也就是接住 刚才还原成刚才的定时呢 黑白双方呢 这个都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好 甚至呢白棋如果可以走成还原 白棋应该是更满意的一方 好 因为白棋刚才已经拖歇一手了 在拖歇一手的情况下 还可以走成根本来两分的定时啊 这白棋可以接受 但是白棋这时候呢 这个选择啦 在这边 搬一下 这一手搬哦 以结果来看啊 就是 本局的拜承 你说哈老师才这个第几手棋而已 就是本局拜承 没错 好那当然呢 如果你不是很厉害的高手啊 这手搬你也 可能也没办法让白棋成为拜承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春川大剑呢 在2010年的时候啊 其实已经具有非常高超的棋艺了 先讲一下心态好不好 白棋这手搬啊 意思就是我能搬到以下我总是比较便宜 对不对 这个是心态问题 我欺负你一下 其实以这个棋的角度来说啊 究竟搬到这一下真的便宜了 也很难讲 但是这就是一种心态 我搬一下 我心里就高兴了 就舒服了一下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 这一手搬呢 其实是一个水手 黑棋这时候呢 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啊 选择从另一车挡下 把其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然后这个 离书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为什么说事情严重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手搬 它对黑棋产生什么威胁吗 没有 黑棋这个病状 再加上这个跳方的棋型 这个棋型非常好 所以你这搬一手呢 等于只是自己做活 黑棋这手棋呢 首先下一手马上就要把白棋叫吃下来了 再来 黑棋这手棋呢 对这个外围啊 控制权 取得很大的发展 对于白棋只是下一手在里面做活 而黑棋这手棋同样很有木树上的价值 而且还有这个发展潜力的价值 这样这两手棋的交换啊 白棋就已经亏很多了 那实战白棋呢 不信邪 继续的啊 这个叫吃黑棋 其实我相信白棋下出这一手之后 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妙 可是呢 如果他不再继续接着下 这等于就是承认当初这一手棋是失败了 对不对 你走一手棋人家不硬了 结果你也不敢再继续走棋了 那这个 对于职业高手来说啊 这种自信心上的打击 是比输赢还要更痛苦 所以白棋一定得打出来 那黑棋如果这时候这个傻傻的接住啊 这个就不是职业棋手了 那黑棋这时候呢 常用的下法是从这里反打 那白棋吃 黑棋 从这个地方再叫吃 白棋这时候啊 没有办法跟黑棋开解 因为开局无解 而且这个地方如果被提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是带着响的 这是连提 所以 这边白棋只能够接住 那黑棋呢 再把这个棋接住 好 这个棋型我们先来做一下判断 你觉得是黑棋好还是白棋好 好 老师那边讲一个结论 这个地方是叫做白棋大亏 为什么白棋大亏呢 来我们现在先来 这个简单看一下 假设这两手棋先拿走 黑白双方在二路搬一手 黑棋一搬白棋大 这样一看完你没有发现 黑棋的棋全部走在外面 而白棋的棋呢 全部在脚上做活 而且这个做活呢 还不是活的味道非常好 我们等一下会 老师会讲解 在开局的时候 黑棋能够把白棋全部封进去啊 能够外围走得非常厚 这个价值其实是非常大的 好 那当然有同学就说啊 老师 这个 好啦我理解白棋稍微亏 但是你说亏非常多 这个我就看不出来啦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可以 好一样 用什么方法解释 就是我们 这个判断 一个局部啊 的一个 Google大神 叫做 首歌分析法 好 那首歌分析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来先把这全部移开 这相当于呢 黑棋走了一个这个 高木 白棋下进来 然后黑棋啊 走了一个飞 好 这是一个定式嘛 这个定式 双方走定式 没问题 可是白棋接下来呢 只要定式走 应该是不管是拖这里 还是拖这里 白棋这两个都没有走 白棋走了一个什么呢 走了一个呆病 哇 这个呆病 在职业高手眼中啊 如果走出这个棋型 就是委屈自己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首棋 完全就只是为了自己 贪生怕死 自己要做活 唯控 这个两个棋啊 连在一起 在周围 黑棋都没有攻击你的情况下 自己下两手病在这里啊 这个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黑棋看你走个这个不知所云的呆病呢 也不想跟你纠缠了 好 就自己走走棋 把棋走唱 这两手棋呢 白棋亏很多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 黑棋这个棋呢 叫做二肩跳 二肩跳本来就 就是棋型嘛 而且再搭配黑棋这首棋呢 在高位啊 这个高位的二肩跳 这个棋型连的 很漂亮 好 这个对外围的发展很大 那你反过来看 白棋这个棋 刚刚说了 这个 只是自己在三三并一手啊 这棋非常委屈 好 所以这两手交换 白棋已经亏了 再来啊 我们来看这个实在是 惨不忍睹 白棋接下来呢 走了这个 靠 跟 黑棋 板完之后呢 白棋这个 怒涛般的去走 这一个 横 这个 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棋型呢 这个 坐眼也好 这个 弯三角也好 就是走了这个 腥味的这个 病状 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样走完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白棋 本来 局势 不好 但是还可以继续下一下 先走完这两手棋之后 莫名其妙把黑棋外围变得巨厚 而自己在里面呢 这两手棋围了一幕棋 好 为了围着一幕棋啊 把黑棋撞厚 这个实在 你不知如何讲起了 再来 白棋走的这个 神棋的凌空一夹 这 大家看这个棋 有没有觉得 实在太过瘾了 太神棋了 神棋的爱咪 对不对 The amazing Amy 那黑棋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把自己断点补补好 你这等于自己送进来 送进来一手棋 然后等到你把黑棋撞得巨厚之后呢 你再来这里 切着黑棋的后臂走 被黑棋这样挡下 这一连串的下法实在是惨不忍睹 黑棋从本来的 对这个地方有外事啊 现在已经变成 连对这个地方都有外事 白棋这 就是这个二手连发 再来呢 黑棋这个地方搬了一手 这个没有什么 但是啊 以后 大家听好 以后黑棋这个接触 或者是这个虎柱 对这个白棋来说啊 其实都 几乎是先手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补齐啊 被我从这边一打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初学者的晋级里面讲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结 白棋如果不想打结 想要做眼 这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 点一下 之后 简单的 这个一并啊 白棋这个地方就死掉了 你如果要做眼 黑棋就破眼 这里 由于白棋的二手连发啊 导致于这里 除了白棋 目数为的很少 外围黑棋很厚 而且以后如果黑棋这个地方是先手啊 那这个地方的势力 已经不得了了 那地体控都已经配合这个后势啊 这个这么宽的间距 所以经过这几手棋的分析啊 我们确实可以知道 刘欣在一开始的第一个局部战役 其实就已经亏损严重 那他应该啊 这时候也发现 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啊 不是那么简单 那刘欣 当然他 召集一定是召集的 但是身为这个一派宗师级的人物啊 他一定可以静下心来 这个从长记忆 但是局面呢 已经不容许他在慢慢走起了 所以这个飞起来啊 继续攻击黑棋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手 黑棋的时候呢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就是在局部想办法做活 第二个 就是拖先 穿穿大街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选择拖先 而且 这拖先在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 这样子流星就 当初啊 看起来气势汹汹这个攻击呢 就被 轻描淡写的瓦解掉了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要吃的很大 这首先是 不可能的 这脚上一碰 这一定有棋 我们这个在初学者的晋级上 都已经讲过了 比这个更艰苦的棋 黑棋拖散散都有棋了 更何况是白棋这个虚花花 所以白棋这里如果呢 要 呃 继续对黑棋进攻啊 大概就只能够走这个尖 先把黑棋的根距地破掉 可是呢 这个尖完之后呢 黑棋还可以继续不理 黑棋继续不理 白棋又很头大了 白棋如果这时候呢 再来吃啊 首先这个吃的已经很小了 而且呢 由于黑棋这里有子啊 以后这个 碰啊 白棋 这个地方味道很不好 可是白棋如果呢 走这个 那这两手棋等于是浪费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样子 角地都围的很好 黑棋这子也没什么活动力了 你还在这个地方 再下两手棋啊 多围的这一点木 这同样白棋是不满意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同实战的进行啊 看到白棋这时候呢 也没办法对黑棋进行什么攻击了 白棋只好啊 先选择在这个地方动手 好先夹起黑棋 黑棋这时候呢 很轻盈的就转身了 我们在下围棋的时候 全局的价值判断很重要 好 现在由于黑棋在这边留有一个活棋 而留有一个活棋呢 可想而知的是 这个棋活完之后啊 白棋周围会很厚 白棋周围如果很厚呢 那这一边的价值已经变小了 换言之 黑棋这一个棋的价值 也随之变小 黑棋 把棋走在啊 更宽广的这一边 你看这个立体控 这样子 行棋的这个步调跟节奏 是正确的 那下完之后白棋呢 只好照定时走 盖住 黑棋扳 把棋长 把棋断 把棋 把棋 然后黑棋碰 以下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常见的一个基本定式 但这个基本定式下完啊 黑棋绝物不满 为什么绝物不满呢 因为第一个 黑棋得到一个先手 这个在 在 白棋左边 是白棋人多的情况下 黑棋还可以得到一个先手 把这个角控全部逃掉 这黑棋绝对满意 那你说呢 白棋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 白棋当初的这个挺出啊 它的效果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 它把黑棋这个立体控的势力给破掉了 而且呢 对于经营白棋左边这一块啊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白棋甘愿落一个后手 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不可否认啊 黑棋在这个地方取得巨大的利益 又在这个地方啊 先手把脚掏掉 那黑棋全棋是 非常顺风的 顺风满舵 春风得已 黑棋这时候呢 经过这里的处理啊 再回来这里 处理这块棋 那流星就一定要发威了 再不拔刀 可能就没有拔刀的机会了 那老师这边要先讲一下 黑棋这个时候呢 如果以全局性来看的话 黑棋其实是应该要走 这个角 那老师的论点有几个 第一个 由于这里白棋已经变厚了 刚才说过这个地方的架子其实也变小了 在白棋一手棋吃不住黑棋的情况下 其实这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边跟这个角啊 这里才是全局的焦点 黑棋如果走了这手棋 白棋必须要跟着硬 那也就说明了黑棋这手棋的成功 好的 代表我不去活棋 你也不敢吃我 所以白棋大半呢 只能够啊 这个对黑棋进行攻击 刚才说过 走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黑棋可以活脚 但你走完这个之后呢 黑棋再走一手尖 我们发现 黑棋这个地方的立体控啊 比白棋这个地方要大 而且由于刚才说过 以后黑棋这个尖 是对脚上来说 几乎是先手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的后门已经关住了 而且有这个尖啊 这里白棋已经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清销点 这个地方如果全部成空啊 这不得了 还有更糟糕的是 这个黑棋还没被吃住啊 以后呢 这只很轻 黑棋在这里清销的时候呢 这个棋子一定可以产生作用 如此一来呢 将是 黑棋的这一块 这个视力跟控啊 比白棋的大 那黑棋的这个角 也比白棋这个角大 而且白棋这个角还有死活问题 刚才说这个角 不安定 黑棋这个比白棋这个大 黑棋这个角比白棋这个角大 那这里又是黑棋的控 那黑棋不是简明优势吗 这个是一个算是境界上的判断 那你说春川大界他知不知道这个图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的 这个日本棋手他们的布局 还有一般来说啦 他们的形式判断呢 跟方向感是中日韩三国棋手当中比较好的 那当然日本棋手的缺点就是他们局部的攻杀能力比较弱 所以春川大界一定有看到这个图 那他有看到这个图 他为什么还不下呢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啊 春川大界觉得 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啊 施展出这个用境界来引你的 我接下来呢 就要用这个局部的扭杀 来让你知道我局部的攻击也是可以引你的 这样等于他的境界上获胜 局部战斗力上呢也获胜 这个对于年轻棋手啊 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一集叫做 从职业棋谱看对局心态啊 其实这种对局心态 在我们的业余棋手当中很常见 像什么恨控啊 眼红啊 这个不甘心啊 大家觉得职业棋手一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其实职业棋手他们也有对局的心态 只是呢 由于他们的棋层次太高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懂 所以就要透过解说 来让大家理解职业棋手的心态是什么 好 他跟业余棋手的心态不同又不同在哪里 好 那现在流星要出招啦 好 流星选择这个最强硬的啊 直接把你搬住 好 这种怎么退啊 这种比较软弱的下巴 现在已经不行了 这个局势已经白棋很不利了 黑棋呢也没有选择这个长 因为这个长呢自己棋就走得很重 黑棋选择这个拖 你看这都是非常轻盈的下巴 好 看起来好像每个子 你都可以吃 可是你会发现呢 你每一个子去吃呢都吃得很小 好 这就是在处理这种以少对多的情况啊 这种轻处理是很重要的 白棋这时候呢也不能够搬 因为你搬的话被黑棋一段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围就产生很多味道 好 黑棋随便死哪一个子都可以 可是白棋是一个子都不能死 好 那这个难度对白棋来说当然就太高了 所以白棋呢 实在选择这个后面搬住 这个从长记忆 对不对 好白棋的想法大概是这个黑棋可能就退了 好 那白棋呢在对黑棋进行这个攻击 可是没想到啊 春川大界在这里 又施展出手筋 好 选择这个断下去 像这种棋啊 一定都是要绝顶高手才下得出来 很多人觉得奇怪 你这个断下去不是就等着被吃吗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白棋去吃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白棋真的去吃 黑棋这一打 白棋你要黏还是要吃 你如果吃的话 这里又被我再打一下 你等于全部缩到脚上去了 可是如果你这里接住啊 那我这里简单打一下 我这个地方直接就简单做活了 那这等于你吃了一大堆棋子 其实反而是吃亏 所以这种棋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悬 我在打这个棋谱的时候啊 对于春山大界这个地方的攻防啊 这个地方的处理 还有呢这个非常有胆势的在这里 我自己跟白棋宣战啊 还有走这种非常轻盈的手段啊 我自己是真的学到很多 所以为什么我会拿这一局棋出来讲呢 就是因为我也希望呢 观众朋友能够跟我一样啊 学了很多 而且体会这种职业高手他们下棋的思路 还有心态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观赏 所以白棋呢这个吃不行啊 那刚才说 这个永远都是黑白双方的要点 被黑棋一顶到啊 这个局部黑棋就活了 所以白棋呢也没选择吃 你看白棋也非常厉害 白棋就选择破坏黑棋的这个棋型 那黑棋这时候呢 挡住 现在白棋一定要回来吃了嘛 再不吃这个只死了就 黑棋就活了 在白棋这时候呢 就选择回来把它吃住 黑棋这时候呢 非常稳健的 在这个地方小尖 好这几手棋下完 黑棋已经在这个地方 取得了一个根据地 而且由于呢 这个地方打是先手 这里的退啊 不但自己有根据地 头还藏出来 所以已经宣布了白棋呢 已经吃不住黑棋了 当然白棋一开始也没有 觉得一定吃得住黑棋 但是白棋总希望 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战果 但是现在宣告失败了 那本来也说了 如果再让黑棋把这个子藏出来啊 这不但黑棋活了 反而把白棋的势力全部破掉了 所以白棋这里啊 只能奋勇的呢 先把黑棋这个子吃掉 这样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因为毕竟现在黑棋这个子不能跑了 不能跑的话 这里就是白棋的势力范围 那黑棋这里呢 顺序非常精妙啊 我们先看一下 黑棋先叫吃 再飞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棋怕 如果他先飞的话 以后叫吃不到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你先飞了一手 你已经火了 你再叫吃 这个就变成关子问题 那白棋这个地方已经很厚 白棋可能就不硬了 可是你现在先叫吃了 这样子这就不是关子问题 这变成是死活问题 如果被黑棋一手提在这里啊 等于黑棋就活了 那黑棋等于就省了 飞出了这一手棋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因为黑棋还没有活 所以白棋是一定得吃 等到白棋吃完之后呢 黑棋再飞 再把自己做活 这样子就避免了以后啊 种种的可能性 你看职业高手在下棋的时候 他每一步的逻辑性都非常强 黑棋刚才没有先打吃先虎 等到白棋要吃黑棋的时候呢 黑棋再打吃再肥 真的是下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局面行进之时呢 我们发现黑棋成功在这里 做活一块了 可是回过头啊 回到老师刚才讲的 黑棋的局势其实并没有 因此变得比较好哦 好注意哦 老师不是说黑棋局势不好 黑棋站着之前呢 到处都占的便宜啊 所以黑棋的局势一定还是好的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白棋现在得到一个先手 白棋就可以先来这里挂 不管是低挂还是高挂 我们先看就算是低挂 这样子白棋站着这边啊 这个只给我死了 这边一大排的这个提花 配合这个拆的间距啊 是不是反而把当初如果是黑棋先走 大家有没有印象 先不看着 如果是黑棋先走的话 那黑棋这个立体控 跟这个私立的配合 这一去一来其实差很多 所以这为什么 我刚才说啊 或许黑棋呢 局部纠缠即使可以成功啊 还是应该要走这个大局 这就是围棋好玩的地方 而且现在白棋呢 他还不是选择这个低挂 他选择这个高挂 这高挂的意思就很明显啦 如果仗着这边有外事啊 我要把这整个中央潜力撑出来 而且白棋确实有这个本钱 因为以后白棋这个打 基本上是先手 打如果是先手啊 这个外事其实已经连到了这一排 那这如果又有一块外事的话 这个中央的潜力就变得很大 那如此一来呢 这个局面就变得很混乱 因为你前面虽然都占我一点便宜 可是呢我们最后的决胜场所啊 战场将会是在这里 那如果战场是这里的话 你这一点边边角角的空啊 这个都不重要了 所以白棋这种棋很有想法 黑棋呢照定式的下法呢 就是这个一肩跳 但是实在黑棋也没选择这个一肩跳 而是选择更夸张的五路飞 这个棋 我先讲 我不建议初学者使用 因为太难把握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呢 春川大界还有流星 他们不是初学者 他们是当代顶尖高手 就算不是最厉害的也是一流起手啊 流星不用说了 这国内冠军得了很多 春川大界现在把景山玉泰的头衔抢下来了 让景山玉泰没办法完成大满贯 所以对这种高手来说呢 一般的这种定式啊 已经不能够局限他们思绪的发展 所以黑棋这个飞出来 白棋呢跟着飞 哇你看这个非常夸张 然后黑棋呢也跟着飞 你看我们业余棋手 常常走这种夸张的伟大模样的棋啊 其实职业高手也会 只是他们走得更细腻 那为什么更细腻呢 白棋接下来啊 已经不能够接受这个了 那为什么白棋不能够接受这个 因为这样子黑棋这一块 跟白棋这一块可能差不多 可是呢黑棋这个角 比白棋这个角大 那黑棋这个地方又活了一块棋 这样子白棋呢 虽然棋没下到最后不知道会不会输啊 但是从这个局势看起来呢 确实不乐观 所以白棋这时候已经想好啊 他不能用飞的 他要用碰的 他要最大限度的去压缩黑棋 可是在做这个碰之前呢 白棋有一个交换的次序 非常的巧妙 是什么次序呢 白棋先在这里叫吃 我那时候看到这首棋啊 我真的是太佩服了 这个从 油然从中 升起一种敬佩感啊 也是那个时候打了这个谱呢 觉得自己其力确实有提高 你说老师你那也太夸张了吧 不过就是一个叫吃而已 叫吃黑棋就接住啊 实战黑棋也接住了 自我陶醉成那个样子 当然你不要先不要这么凶嘛 先听我讲完 让我有辩解的机会 重点就在于白棋这个叫吃的时机 白棋为什么没有在刚才这个定式完成的时候叫吃呢 刚叫吃不是黑棋摇印吗 因为白棋他不想要 这个损失一枚解采 那为什么白棋现在要叫吃呢 因为白棋怕以后叫吃不到 你说啊 这有可能叫吃不到 这被提的吧 黑棋不就死了吗 没错 白棋就是怕以后黑棋啊 把这一块棋送死 你说你在讲什么 我越听越糊涂了 好来先听我讲一下 请问黑棋这块棋死了 损多少木 我们来看 黑棋这块棋 来实战黑棋是接住嘛 所以这里大概有十木棋 黑棋如果死的话 首先黑棋的十木棋没有了 白棋多了几木呢 我们看一下 白棋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二十四 十四加上 十二十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白棋多三十木 所以黑棋少为十木 白棋多为三十木 一去来大概是四十木朝上 也就是说白棋怕以后 黑棋连这四十木都不要了 那你说为什么白棋会怕黑棋后 连这四十木都不要呢 因为白棋知道 当他靠出来之后啊 这里将形成一个 这个惊天地弃鬼神的作战 而这个作战以后 如果白棋 这个为了要加强自己的势力啊 再来叫吃的时候 黑棋有可能就脱先了 黑棋有可能把白棋这一块棋 全部卷进去 这样子白棋损失的反而更多 也就是这里的价值以后 有可能超过四十木 所以白棋为了不要 让黑棋有这种转换 藤挪的方法 白棋先把这个 我的权益先走掉 先把自己做加强 把自己做加强完之后 再来跟黑棋战斗 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 深谋远虑的想法 我们都知道今天作战要走自己战斗有力的场合 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很多看起来 应该是我的东西啊 其实之后不一定是我的 然后这个跟交男女朋友不一样 我知道交男女朋友大家都说 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再怎么强求也没有用 好这是下围棋不是这样子的 OK吗?好所以这首棋啊 其实是非常 等于白棋他虽然在这边战斗 可是他的目光其实是看着全局 好 我这个公围已经很多 我们进去看一下 黑棋这时候呢 班必然 白棋退 黑棋这时候啊也不是选择这个街 也不是选择这个虎 而是选择一个 我就是跟你拼了 老子拼到底 往前冲 好你看这种气阔 我相信刘欣现在一定想 这孩子疯了吗? 好这个 是哪根筋出问题的 好 白棋呢也是 继续搬 黑棋也是继续搬 白棋还不是退哦 白棋竟然是选择连搬 这个棋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嘛 这如果 让白棋这样子围起来 那这个空就不是这里的空了 好是连这里都是白棋的空 所以黑棋这里呢 一定要 出招了 这也是体验春春大戒 他到底只是游泳无谋 还是游泳有谋 黑棋这时候先选着这个靠 这个靠 白棋没有退路 白棋如果退的话 这个地方一下子呢 就缩水很多 而且自己棋情就被裂开来了 所以白棋这里呢 只能够啊 选择把这个地方 擋一下 好 那以下就会形成一个超级白乐化的战斗 老师先打岔一下 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跟今夜我们谈谈围起 有一集叫做杀力很像 好在那一集杀力当中呢 黑棋也是凭借这个手段啊 可以一局把白棋这个棋全部都 这个给全部都吃住 那 老师在这边给你讲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手段呢 我相信大家不一定看得到 当然现在对局双方一定看得到 他们是职业高手啊 但是老师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黑棋这时候简单接住呢 白棋不要傻乎乎的 太好了 黑棋突然间怎么样 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很软弱啊 但这个不一定要交换 自己觉得自己很软弱 就赶快把断点接起来 黑白棋这时候啊 抓住机会直接把这个拍上去 这样子问题就大条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会呈现什么问题呢 这边叫吃 好就算让你提嘛 好不好没关系 然后再从这里叫吃 然后再从这里叫吃 黑棋限制双叫吃 白棋这个子不能被提 这三个子也不能被提 所以白棋只能从这里吃 黑棋接下来再从这里反叫吃 然后再从这里叫吃 好啦下到这里 白棋就可以起立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起立 因为这个子现在跑不出去了 真吃真掉了 那这样子这五个子一旦从棋盘上被提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基本上这五个子已经死了 那黑棋白棋这两个子在干嘛 呃 贴在这个花旁边 这个下面控全部都没了 这个棋现在 与其说它是一朵花啊 不如说 还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职业 好抱歉我们业余棋手呢 在这个方面啊 一定要知道的 这个不可以随便轻松闹着玩 但是呢 现在对局双方啊 是流星跟春川大姐 所以他们一定互相都知道的这个下法 好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黑棋如果立刻出动呢 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由于这个地方没有接到 这地方没有接到的话呢 刚才的增值就不成立了 这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再把影片倒回去看一下 这边没有接到的话 白棋就可以跑出来 所以呢 这一个手段 现在黑棋不成立 那黑棋呢 当然也不可能期望啊 这个接了之后 白棋会走这种棋 因为流星怎么可能这个手段看不到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呢 黑棋刚才的方法不成立 这一纸呢 又被切断了 那到底怎么办呢 好 如果这个纸死掉了 那就直接宣告白棋就获胜了 因为白棋这个 刚才也说了 这个空啊 围到了这里 那黑棋就送一纸进去死 那这个黑棋绝对不行 所以黑棋当初啊 碰进去啊 一定是在这个里面已经看到手段了 诶 那问题就来了 刚才老师说那个手段不成立 那黑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呢 好 那这个后面黑棋要如何摆脱这个困境 那就请看我们的下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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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